明天全国警戒降到二级 南投日月潭也终于是可以搭船游湖了 四大码头在明天开始会全面来营运 但是还以往不同的是 目前的游湖方式呢 只提供团客包船的服务 暂时不开放散客来登船 好 除此之外呢 为了配合防疫船艇上面搭乘的游客呢 也必须要降载减半 但无论如何终于可以开船做生意 也让船家非常期待 业者在船舱内跑上跑下 查看船只状况为复航做准备 因为二十七号开始降为二级警戒 日月潭终于可以搭船出游了 降级之后日月潭即将开放游湖 也让业者询问电话被打爆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 为了配合防疫 目前日月潭只提供团客包船服务 竟然不开放散客登船 同时船艇搭船人数也有新规定 日月潭能游湖 不过散客还是无法搭船 上美景也难免有点小失望 一点点啦 但是我相信这个是进市的 一定会有开放的一天 如果有交往更好 我们就不要再走回头路 我们走过去我就坐船回来 用梅花做的 还有隔板的 也满 满伤脑筋的 这个也在想啦 日月潭团客包船对生意有没有帮助 商店街店家表示恐怕还要观望 加上虽然已经造册给中央 但多数船长都还没打疫苗 因此让散客搭乘的交通船 也占不开放 将等到8月9号之后再做考量 下位授予南陀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